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哥 你哪裡來 請坐 好 來 喝杯 謝謝 李宗盛 我聽媽媽說 爸要爬你結婚嗎 爸真的不知道在想什麼 以前就不是很高興 你是一個名利 處處都是體量失少的人 現在我們要跟他講一下 看要怎麼就怎麼樣 他當初結婚是在辦公會 說結就結 哥 這個事情我已經考慮過了 家主說我結婚 可以讓爸別再別臉 如果這樣 我願意帶他爸的要求 是嗎 你 哥 其實 這個小孩子感情是穩定 當我也希望可以結婚 我愛自衛 我也希望可以做他的心友 只是 只是最近 我遇到一個叫做李宗的小孩子 真的 如果還不開心 所以 在這個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跟他說結婚的事 我也不確定 他現在對我 是不是還有那個心 真的 真的 曾經跟自衛 在對自己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 他們兩個都非常有用心 結果最好你選自衛 那是你認為 他們被那種贏心起骨 會看著愛一個人 他一定會聽哨你 你才會選他 對吧 老實說 大家都知道自衛這個人 是真的心 又建議擁有的人 好 李宗 李宗 這件事 我認為是在歡迎太多 你想想 李宗 他把李宗受到的那裡 那順序是在考慮的 當時他做有利益 星爺 是在歡迎太多 哥 我 你也知道 你和自衛的感情 現在這個人要穩定 你也要跟他共同一生 不是 既然如果這樣 有什麼事情就做 好話說 你也知道 你未來路還很長 不然那件事 如果剛才有事 都沒話說 時間只有一台句 社區變化 李宗 阿姨不希望你分裂 把那些路錯 你若是要替阿姨改為 你怎麼阿姨認為 沒他的必要 你也知道 阿姨真的要看到 是看到你能得到幸福和快樂 千萬不能因為阿姨的事 應用到你的決定 知道嗎 老 我知道了 我還去水智慧 和我告訴你 還要走 對嗎 老天爺 你怎麼跟我開了這麼大的玩笑 臭狂大竟然是我勝負 竟然是一個財產行李一家人 團聚十八年的罪惠獲勝 看來我的損失 沒辦法再隱瞞了 然後是政治的李世衛 只要說了這麼大的行業 心事不會原來我 好 哥 志偉公 你現在在引導火警公等我 那你現在去菜市 好 進去 好 進去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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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嘉賓 我好 妳好爹 小嘉賓 你怎麼會來啊 很不巧 我現在要出門耶 我才來你就要走 再躲我啊 躲你 為什麼 我有欠你錢嗎 當然沒有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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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來找星儀有什麼事啊 老闆 老闆 把我叫我們白無聲 現在又要欠星儀 所以我要來找星儀 叫她個志偉好話說一下 來 欠星儀 雖然你沒有選擇我 但是 只要你能夠得到幸福 我還是為你高興 你跟志偉感情這麼穩定 結婚是遲早的事了 你真的應該好好跟她聊一聊 陳嘉賓 謝謝你 在我心裡 你永遠都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你不是要去找志偉嗎 我載你去 走 走 好 好 思儀 你先去找志偉 我去停車 待會兒過來找你們 記住 千萬別鬧小姐脾氣 陳嘉賓 你什麼時候看過我鬧小姐脾氣 我真是霸氣好不好 陳嘉賓 謝謝你的寬容的大度 我真的很感動 好 快去吧 志偉 我知道你很善良 但你以為你的善良 誤了你自己 所以 你才會這麼衝動去打人 還有 我要你把麗娟送走 不是因為 我認為她對我造成威脅 而是我需要一種被尊重的感覺 我這麼在乎你 我希望你也在乎我 難道這樣要求也錯了嗎 倩儀 聽到你還這麼在乎我 說出這麼關心我的話 我真的很感動 志偉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吗 我今天来找你 其实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也知道 我爸生病了 之前 他去叫我哥 娶他恩人的女儿秀卿 但你也知道 我跟小英的关系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放弃小英 去娶秀卿 我爸认为他来日不多 既然他劝不动我哥 他就希望我们赶快结婚 毕竟能够看自己心爱的儿女 完成终身大事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志偉 既然我们这么有心在一起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从先开始 我希望我们能够牺牲 共同左向人生未来的旅程 好吗 跟你结婚 是我的辈子的梦想 可是现在这个梦想 可能没办法实现呢 如果他让他走 今天就离开了 不是 他是谁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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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我 他做了 墓 好 人 な 我 你还在那边推散主事什么 如果欣怡知道 我亲生父亲是周广大的话 你觉得他也会想嫁给我吗 周广大是你亲生父亲 怎么可能 你不是忘博的儿子吗 事到如今 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真相 其实你们认识的李志伟 早就在十二岁 搬来台北没多久的时候 就生了一场大病死了 而我 只是八个满移 领养的一个孤儿 你在说什么 你现在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我们小时候 认识的那个李志伟 他们领养我以后 一直把我当作亲生的事看待 后来我发现 原来他们对小自伟的离开 一直不能释怀 为了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我决定 我决定 努力的模仿 甚至 预讀他的日记 可能他们也提取到我的用心 渐渐的 也把他当成是小自伟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 大大那样 开开心心的生活能够十年 原来 你真的不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李志伟 欣怡 你知道吗 在小自伟的日记里头 没有一天不提到你的 他对你的思念跟爱慕 是你永远没办法想象的 于是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完成 小自伟还没完成的梦想 我要当一个好警察 要给真心意幸福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很努力地寻找你的下落 直到我认识你以后 我发现 我爱上了你 在那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心意 所以我自己增加了很久 直到你告诉我 原来 你就是他 我就更肯定 要一辈子 守护你 爱我 不然你说的人还能上来 我们今天是那么巧 这种事情不早说 你一直在欺骗我 你在利用我对小时候自伟的感情 不是的,欣怡 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的 我早已经觉得我自己是想自伟 就是你爱的那个小男孩 不,你不是 我认识李志伟 绝对不会瞒我 而且硬瞒得瞒了你 欣怡,你先别生气 我相信自伟 我相信他会瞒着我们 也是出于善意 他只是不希望望博跟曼怡 一直沉浸在失去自伟的伤痛当中 他只会冒充自伟 替代他这个角色 其实仔细想想 他这么做的事情有可原的 而且这段时间 他对你的付出 我都看在眼里 我相信他对你是真心的 欣怡 再这么说 我知道除了是我 我也没有资格 祈求你的原谅 甚至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原来周光的 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你怎么会现在才知道 周广达是你的亲生父亲 会不会搞错 DNA检验报告已出来了 我就是他儿子 上一代的恩怨 不能再附加在我们身上 神嘉宾父亲的事情 我已经承受了 现在你的遭遇跟他一样 我觉得我可以释怀放下 但我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的事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想 我们的事不用再说 我喜欢你 好 我好 我好 帮我 你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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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